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经文 是记得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 翻到以后请听我来念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古党的困扶窘迫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幽闷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没找成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来到你店里敬拜 就你让我们放下自己一切的忧虑 一切禅类我们的事情 让我们在你店里担当地仰望 就你利用以下的时间 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 救助你的话语 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 让我们的心灵最深处的地方被你所触碰 保守我们一小时的正道 告封主耶稣的名全 我上个星期没有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会 听说这个饭老老给大家一趟非常丰盛的树林大餐 感谢着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传道人 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演讲信息 那上个星期我就去了Montrae 那里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每一次我去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水利争战 因为那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那个星期 我记得星期四的时候 因为公司的一些事情 我工作到晚上很晚 一点多快两点的时候才回家 然后还没有时间去整理心情 然后第二天上班 也是昏昏顿顿的 反正就把事情给做完了 然后就要去准备星期天的主日学跟讲台 所以心情非常的疲累 那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星期六晚上到他们那边 那本来是他们有一个团庆 在这个检地修家进行的 可是那天晚上他们的团庆 几乎是取消了 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位姐妹 就是他们其中一位很重要的姐妹 他发现他的癌细胞再次有浮发的迹象 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取消了这个聚会 就在那天晚上就为这位的姐妹祷告 那那天晚上我去到那里 我才发现我太太为了我准备的这种 西装跟衬衫 我都没有戴 我只穿了一件运动服就去了 我非常的彷徨 好在那时候有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一起去 但他的个子又大 所以我就又穿了他的衣服 然后第二天早上 星期六早上 本来姐弟兄要为我们到McDonald那里准备找餐 他要买回来 可是当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 因为他心脏的病发作 那我们也不能够守候在他的旁边去照顾他 因为我们要去主日宣的时间到了 所以只有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们两个就去参加主日宣和当天的崇拜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地方 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 那就让我想到了这一段的经文 就在耶利米埃哥 像这种的书信 跟一些其他圣经里的经文 不是我们常常会拿出来去看 不是我们常常会去翻阅 有一些的经文 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反复的去读 我们去看他的作品 但是有一些的经文 像类似耶利米埃哥 或者约伯记这样的经文 其实我们很少去看 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如我们工作 在一个公司工作了很长的时间 突然间有一次我们回到公司 那个老板说你明天不用再来 或者当我们在去医生那里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我们身体上得了一个绝症 或者我们家庭出现了状态 我们的儿女出现了问题 当在这种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再会去回到圣经里面 去寻找我们的答案 这时候我们再去思想 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应该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我们不是应该一信住以后 就应该是得到主的能力 得到主的恩典 我们就得过一个顺利 幸福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困难 所以今天 在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进入英雄 活出得胜的生命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是把我们拖累下去 是我们不能够站起来 去过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们好像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是面对众人的时候 我们一样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一样有很多的失败 那我们怎么样去过一个得胜的生命 那这一季 我们特别讲到 是要树立基督徒的品格 上一次我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得后书那一段经文 在那段经文里面 彼得特别的要求 他的信徒们 要殷勤的去结果 在信息底上 要建立起各样基督的品格 这是他对我们的要求 可是当我们回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努力 去建立我们基督徒的品格 但是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品格 那种特质 并不是在任何环境以下 都可以产生出来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土壤 可以培植出 我们这种基督徒的品格 我想在圣经里面 你如果去看的话 很多被神所重用的人物 基督徒或者神所喜悦的品格 他们的人生里面 都会经历一些的苦难 一些的困难 而在这些的困难里面 我们看见 神就会透过这些的环境 这些的经验 这些的经历 去塑造他们 平时在一个平稳 稳妥的生命里面 是得不到的那种的特质 就在那种的环境里面 他们的信心被激发 他们的信仰 被提升到另一个阶层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耶利宇 想通过这一辈的人物 跟大家看一看 到底神怎么样通过 在他生命里面 所面对的这些挫折 可以得到神的造成 耶利宇 我们知道 是一位大先知 就是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先知书 有分成大先知小先知 那他是大先知其中的一位 那这位的先知 是在南国即将要灭亡的 最后的那个时期 被神呼召出来 去做犹大国的先知 在那里去传讲神的预言 那时候这个国家 是在不论在这个属灵的状况 或者是在他们大国的状况里面 都是非常败坏 就是在这个时候 神要呼召这么样的一位人 出来去传讲他的话 所以在耶利宇书里面 第九章里面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 中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 所以就因为这一段的经文 有人就称耶利宇 为哭泣的先知 Wooping prophet 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 他昼夜为他的百姓 哭泣 为他们担忧 他是这样一位的人物 那他很小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招出来 做神的先知 神的仆人 为他去传扬 他的信息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他呼召的经过的话 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在第一章的第四节那里 到第五节那里 他说 耶利宇说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我未将你 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胜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 到他还没有在母亲的怀中成行的时候 神已经拣选了 认定他 就是要在这个最困难 最败坏的世代里 去宣扬神的信息 那第一个反应 耶利宇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第六节 他那里说 我就说 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么说 因为我是年幼 他是一位非常年幼的人 就已经被神所猜浅 去传讲他的话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已经被神呼召出来 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是说 我是年幼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不是每一位先知 在圣经里面的先知 我们看见 都是像以赛亚一样 说我在这里请猜浅 其实有很多先知 当他们意识到 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什么样的任务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是卡军 所以在这里 他是一个所谓的 reluctant prophet 他是不情愿的 他出来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 自己还不到那个年龄 为什么要拣选我 为什么不找一些 比较年长的 有名声的 有经验的人 去在这个时期 去为你传讲 为什么偏偏要 像我这样子 无知的少年 来为你去讲 这么沉重的话 这是他第一个反应 那神对他的回应是怎么样 就在第七节那里 第七节那里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 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猜浅你 到谁哪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在这里 神告诉他说 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年幼 不知道怎么去说 只要我猜浅你去的话 你就要去 不论你去到哪里 我都要跟你同在 神定义的拣选他 作为他的仆人 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见识 神都要他出去 为他传讲 所以在第九节那里 他耶和华继续说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看啊 我今日立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 拆毁 毁坏 清服 又要建立 灾止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任务 是多么艰巨 最终 他要建立 跟灾止 最终 他要建立起 以色列国 可是 在这个之前 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拔出 拆毁 毁坏 清服 他要把这些 全部的毁坏 以至于 他可以重新的 再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工作 可以说 是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工作 不会得到 很多人的 战争 不会有人 为你欢呼喝彩 他是一个带这样子的身份 出去的 那我们可以继续的看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自己内心的体会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看 第二十章的第七节 到第八节 二十章的第七节 到第八节那里 那里他说 耶和华 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 且胜了我 我终日常为笑话 人人都息怒我 第八节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 就发出哀声 我喊叫说 有强暴和毁灭 因为耶和华的话 终日成了我的 凌辱鸡刺子 所以你看看 他说 神 你比我强大 我不能阻挡你 你要执行的旨意 你都可以做到 你要用我就用 可是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 当我去跟这些人 去讲的时候 我所受到的是 什么样的待遇 是被这些人讥笑 被这些人侮辱 被这些人讽刺 我是这样子 当我去跟人家讲 这个世代 将会面临神的审判 这个世代 将会被毁坏的时候 在我后面 有十五的先知 跟我说 其实神不是这样子的 神爱你们 神喜欢你们 神要保护你们 你让我成为了 众人的孝宝 他是带着这样子的身份 你不单止没有为我 摆一条更顺利的道路 而是让我去经历 这样子的 父母的经验 在这个时候 我说他人生可能来到了他最低 所以在第二十章的第四节那里 我们看到 他说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 愿我的母亲缠我的那日父母 接着在第十八节那里 他又说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仇苦 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 你看 他开始咒诅他的生日 圣经里有哪位人也是咒诅他的生日 他开始咒诅他的生日 他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生不死 他情愿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 他情愿他的母亲没有生下来 因为当他被生下的时候 他就要承受这些的劳苦 他的生命一生将背负这样的重大 这就是他的一生 这就是他的血战 弟兄姐姐 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 有没有经过一些的困惑 一些的遭遇 让你也感觉到 好像这个人生已经不值得再活下去 或者你觉得这个人生实在没有运行 即使我们作为基督徒 即使我们受不了死 我们多想 当我们受死那一刻 我们就充满能力 充满智慧 我们可以每天的为神述说 他的荣耀 他的慈爱 可是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很多的困难 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如果我们去看耶稣的一生 今年 在前几个星期 我们牧师 还有前弟兄 都用耶稣受试探 作为他们的信息 如果你去看这一段圣经的话 你仔细去看的话 当耶稣 他在四十个昼夜 进食 结束以后 第一个 反应是什么 神在圣经里 这个作者 他们所写的是什么 当他经过了四十个昼夜 他就怎么样 这是考试啊 因为已经讲过两次了 他就怎么样 四十个昼夜 他就 这不是废话吗 这是不是废话 谁经过四十个昼夜 肚子不快 可是我觉得圣经的作者 就在这里特别的要强调这个 为什么 他要告诉我们 其实耶稣也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当魔鬼去试探他的时候 是他在身体上最软弱的时候 去试探他 所以魔鬼的试探 是一个真实的试探 不是一个虚强的试探 所以当魔鬼去试探 主要需要他做三件的事情 第一件是什么 把石头变成食物 然后第二个呢 圣殿上跳下来 第三个呢 就跪拜这个魔鬼 可以得到世上的一切 你没有看见 其实魔鬼的祭谋 是要有什么 魔鬼对耶稣的试探 其实也是用在我们身上 他的祭谋是要做什么 要我们得到这一切 要我们得到能力 要我们得到荣华富贵 得到所有这一切 可是就缺少一样 在他的计划里面 没有什么 没有十字架 对 没有十字架 所以他要我们 在人生里面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得到所有的东西 可是就是不要 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 可是耶稣说 凡根从我们 就要背负自己的持续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持续 虽然我们也希望 像很多人一样 得到很多的能力 得到这种祝福 可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神已经被我们安排了一条路 在这条被蒙福的令物里面 我们是要背负自己的持续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所以在这里 这位的先知 他就是经历了神在他人生上最大的一个托福 也是他人生痛苦的来源 就是要他去传扬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编的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第十九节那里 他说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 无阴沉和苦胆困苦久迫 我心想念这些 就在里面反幽闷 所以当他想起这以前的事情 当他想起他所经历的这些 这些困难 这些遭遇的时候 他就心里困苦 忧闷忧伤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真的希望神把这一切的打开 使他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可是在这个时候 神并没有这样 不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第21节的时候 虽然 他是经历这种痛苦 跟烦恼 可是在第21节里 他却讲一句话 我想我们都不很容易 就是第21节 他说 我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 好像突然间 他从一个人生的地 又回复了对神 那种无限的盼望 跟指望 怎么可以从一个人 从人生的最低处 可以突然间攀升 到了神生 那种信心的高处 在这里 我想有一个经历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 这是什么的一个图画 这个风景 你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人去过黄山的 还不少人 我觉得 没有去过黄山的人 很可惜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 黄山回来不看山 就是说你去过黄山 你其他山都不用看 所以这个山 有很多特别的这种 石头的雕塑 这个天然的雕塑 他们这个石头 奇形怪怪的很多 在这个众多的风景里 其中有一幅的景象 是最新人 最出名 人最想去看 就是这一幅 这幅叫什么 猴子观 猴子观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有一只好像猴子的东西 站在这个平坛的上面 去看这一层的云海 这个是最多人最想去看的 去黄山必定要去看的一个风景 那我很多年前也去过黄山 那我们就在那里玩了几天 那有一天 我们就要去看这个风景 看这个景象 那那天就要很早起来 我们要在很早 天然没光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来 那导游就带来 去找这个猴子观 那从我们住的地方 到这个景点 还有一段挺长的路上 我们就要 而且是望上 走了很多的台阶 而且要爬一些的山 才能够看到这个景点 那在我们走的过程之中 我们心里就非常的兴奋 真的很想 马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景点 所以我们就一直走 一直走 虽然是天了一光 还没有睡醒 但是还是很愿意 去我们走 但是走一段时间以后 那个导游说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猴子观 可是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了一块石头 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平台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人 而且那块的石头 从我们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根本不像一个石头 更像一个鸡蛋 那我们就很难道 难道我们这么早起来 花这么大的精力 就是去看一块这样子的石头吗 我们是要看这一幅 这个是在我们还没有 出发之前就想看的那个景点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 那时候那个导游叫 我们说要我们耐心 因为你们还没有走到 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只好听导游的话 继续地往前走 真的又走了一段挺长的时间 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云海已经开始形成了 当我们选对了那个角度的时候 那块的石头 就是一个猴子的形成 那时候我们心情非常的兴奋 我们终于看见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猴子冠 就在我们眼前出现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美丽 你知道吗 在我们人生里面 其实有很多我们的遭遇 很多我们的经历都像我们要去找这一幅的风景画一样 可能在我们当时的角度 在很多其他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经历是痛苦 是没有价值 是损害 是不好 可是当我们找对角度的时候 当我们有人为我们在旁边紧说的时候 当我们从一个对的角度 当我们从一个对的角度 神可以借助他的话语 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体会 新的感受 让我们知道 其实在很多这些困难里面 神都有他自己的恩典 在那里帮助 所以当尹利敏 他有这个新的体会以后 他的人生就完全的不一样 这一幅画 是 荷兰 十七世纪荷兰 一位很有名的画家 叫Ram 他所画的一幅 很出名的画 就是耶利敏 这幅画就叫做 Witting Jeremiah 就是哭泣的耶利敏 就是他的画 那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他首先要想到一幅的图画 最能够代表耶利敏的一生 他不像我今天可以拍一部电视 把他一生 每一个阶段做一个描述 而是他要选一幅的图画 一个是这样的事 就在这一点里头 把这个耶利敏他的一生 都能够表露出来 在他画了几十幅画以后 他就选定了这一幅画 作为他的代表作物 这一幅画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耶利敏 他是很疲乏 当然很疲累 他堕落于一个非常困苦的环境里头 他的身体是拧曲的 他的重心的支点 是靠着他一个手 拖住他的头 那我们知道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在这幅画的左手边 那个亮光的地方 其实是焚烧的身边 是耶路撒尔中背后的那个景象 所以这幅图画 要表明这位的先知 他对耶路撒尔的爱护 他的叹息 直到一个地步 他甚至要崩溃的地步 他整个人软弱下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浮起来 他是在一个这样痛苦的环境里下 但是这位的画家 当他在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 他发现其实耶路撒尔不只是 经历了痛苦忧伤 因为在他人生里 而且就在这个 这个角落的地方 他的手 其实是支撑在一本书上 那在这本书上 可能这里看得不算很清楚 那里有一个荷兰的字 写的是Bible 所以这个作者 这个画家 他为了体现这个耶路 他人生 在他最低点的时候 什么东西 给他力量 使他可以支持下去 就是这个 就是这里 他看见了 他手 是支撑在一本圣子上 他是靠着神的话 所以这一整幅的图画 就最能够代表耶利敏他的一生 所以在他耶利敏的最后总结的地方 你看看 他讲到说 我们独自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独自断绝 每一早上 这都是心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所以当他人生 他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神给他这些托福 看待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体会 在这里 我们看见 他说 每一个早上 都是心 一周虽有苦情 早上必有欢呼 所以他在早上 每一天 都是心的一天 他可以再次的欢呼起来 因为他在那里 他看见神的信实 跟他的慈爱 从来没有遗弃过他 所以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就像天上的星星 在那个日 那个日头当空的中午 我们可能看不见这些的星星 我们体会不到 这些星星的明亮 只是当夜晚来到时候 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见 天上的星星 是多么的多 多么的亮 所以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体现出 到底神是多么的爱 我想我们在做的每一个人 不论你是刚信主的 或者信主的很久 你可能都体会到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可在这个时候 可能这个事情的结果 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一样 可以得到完全的流转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去体验一下 像这些诗人 像这些先知和神所中用的人 他是怎么样 通过在圣经 神的话语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体会 可以展现出一个得胜的神 这首的诗歌 就是被这个句的经文所启发 写这首诗歌的人 他本来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基督徒 他从小就很想为主赐奉 他很小就想去侍奉主 在神的殿中去试奉他 使他可以在神的殿长夜地去送战 在他37岁的时候 他终于有一天 如愿的礼仇 他得到了一个机会 在教会里面被案例成为一个人传战 可是当他做了一年以后 他发现自己身体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使他不能够在教会里继续地服侍下去 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教会 当他离开教会以后 他没有其他工作 他只找了一份做人寿保险经济 在这个时候 他赐福已经来到了人生的低潮 他人寿保险 带着他的生活不能够非常负密 非常简单的生活 而且他不能够再适合 可是在这个时候 他一看这些的经文 他就得到了情报 他就做了这样子的歌曲 而且他的一生 为神做了一千两百什么歌曲 所以神虽然没有让他在教会里面去适合 可是在离开了教会以后 他在他生活的另外一方面 他继续地被审守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地唱一下这首歌 请 请 让我去体会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切要求你 伸手我无以为你 你一切是荒荡 现在无声 我一切是荒荡 春风和秋雨 你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微信 你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微信 你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微信 我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微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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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微信 去继继续地见证 虽然我们也有苦难 但是主在你里面有平安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礼请 一起上三一颂 然 ofere間延b occasion 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通道 那能复免 连赵旅 你一切是荒荡 新晨在殿上微信 你一切是荒荡 新晨的礼请 圣灵的感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摩打后